看到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种最实用的绳结技巧 在日常生活中相信大家都会用到 无论在户外施工还是作业都离不开的三种绳结打结方法 首先大家请看第一种绳结 水平式双向交叉式对结技巧 绳子突发破骨断骨我们就这样操作 各自缠绕对方一周 上方的绳头预留 然后我们绳头方向反转半周 直接打出单结的迹象 然后双向拉伸 受力直接我们收紧 收紧完成的节点可以说是拧舌不开扣 走向是一致的 非常均匀的 双向水平式对结 这样就完成了 绝对的结实 牢靠 实用 第二种粗绳细绳麻绳 都可以这样对接的一个万能绳头对接 打结方法 两侧绳头 左上 右下的方法 直接相搭 预留一段距离之后 在两个绳子 结点 中间的部位 咱们看好 直接向外侧翻转 做出一个简易的小半扣来 简易半扣做完之后 绳头从后方红色的绕过来 将后方绿绳直接拖拽的同时 从前方返回去 就这样 拉伸 收紧 形成的节点 更是安全 牢靠 实用 对接方法 绝对是看一遍 就能够学会的 大家看一下这样对接 受力也是非常安全 特别牢固 非常实用的 第三种对接 也是非常简单 特别快速的 我们在两个绳头部分 预留一段距离 各自做半扣 就这样 两侧都打出 同样的半扣 只是绳头 以上一项 大家看一下 红色绳头 直接在上方 绿色绳头 直接在下方 我们打完节点之后 两个半扣 在下方的绿色绳头 将要在下方 直接这样 与红色绳头 合在一起 收尾的方法就是 两个绳头 从双圈中 穿过 绿绳穿过去之后 红绳也要翻转 穿过 都穿过来同时 双向我们再次拉伸 然后受力 绝对结实 绝对牢靠 安全实用的 双半扣对接 这是 大家看一遍 都能够学会 因为这个方法 既简单 又快速 在日常生活中 是非常方便 特别 结实可靠 安全实用的